公營房屋在香港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一來樓價比較貼地 二來公共屋邨給人一種滿載人情味的感覺 其中依山而見的廣源邨就是一個好例子 位於小力原路68號的廣源邨 可以進行廣源邨街市及巴士總站各項民生配套 為屋苑加了不少印象分 適合上車客首置自主 廣源邨在1989年至1990年期間落成 一共六座Y形建築衣山而見 超過4400個單位 間隔市正由開放式至三房不等 實用率接近八成 並配備停車場、兒童遊樂場、幼稚園等基本設施 其中座落中央的中樓更是屋邨內的標誌建築 必具特色 廣源邨心會配套做到自給自足 住客可以去到廣源商場裏的酒樓、超級市場、茶餐廳 齊集各式地道美食 選擇包羅萬有 足以滿足各樣的需要 另外交通網絡同樣完善 位於廣源商場對出的公共交通交會署、巴士、小巴路線 選擇一影俱全 目的地包括九龍站、青衣、黃大仙等 可以說和九龍新界無逢接軌 如果想去大型商場shopping的話 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去到沙田新城市廣場 斜停大約10分鐘左右 以新城市廣場為首的購物圈 包括日式超市、戲院、各國餐飲食市、 潮流商鋪對中情消閒娛樂的住客來說 吸引力瞬間大振 廣源村位於九十一小學校網 中學就屬於沙田區 是新界其中一個廣為引資的名校網 小學包括有 沙田秦道衛里小學、沙田崇珍學校、 胡蘇貞博士紀念小學 而中學就有 沙田崇珍中學、浸信會 沙田崇珍中學、聖羅薩書院 和塞馬會體藝中學 是一眾換樓家長的心水選擇 想知更多屋苑詳情 馬上聯絡以下分行